及时新闻综合报道 消防小队长林永轩上月不幸训织博场 今日消防署周开训织抚恤案件审查小组会议 决议林永轩符合因公训织条件 消防署将协助报请从优抚恤 内政部长叶俊荣于上月30日 曾承诺林永轩抚恤一事将因公训织办理 但消防署所发出的特级件却写因公死亡 引发外界各种揣测 根据苹果报道 殉职抚恤案件审查小组会中决议 林永轩在执行情务中殉职 符合执情职务时已有危难事故发生 执情职务现场是高度可能让救灾人员死亡环境 明知有生命危险人分不顾身 消防署将报请全序不纵优抚恤 至于殉职或死亡的争议 全序不退辅司长吕明泰曾经表示 公务人员辅恤法中只有尊为禀故或意外死亡辅恤 其因公死亡辅恤二大类 因公死亡中又有细分为六项 其中并没有因公殉职 外专的因公殉职实际上应该是职冒减犯难或占地殉职 这一项全序不强调历来消防人员在职情或救灾中亡故都肯定其对国家社会贡献而认定属公务人员因公死亡犯愁 至于因公殉职的事实认定是依据警察人员人事条例由消防署审查认定 若属因公殉职则将以其所任职务最高等千年公奉最高奉及计算抚恤经及加发抚恤经 并由主管机关编列预算之给